欢迎回到关天下新闻 为了纪念释迦摩尼承道的日子国际佛光会细纸分会 陆续举办了送喇叭粥结缘的活动 28号当天早上就在细纸江北里活动中心 现场烹煮了好几锅的喇叭粥分装成3000碗 来提供给民众免费享用 只见志工们每个人都好忙碌 有人忙着煮粥 又有人帮忙把八宝陆续的放入锅中 为了纪念释迦摩尼承道的日子 国际佛光会细纸一分会 28号一大早就来到江北里活动中心 要准备大概3000碗的喇叭粥和民众结缘 而江北里的志工也出动一起帮忙 对我们每一年都会准备这个喇叭粥来与大众结缘 像礼民结缘这样子 他们每年在寒冬送暖的时候都会煮喇叭粥 那今天就是在江北里活动中心举办这一场 也非常感谢这些师兄师姐他们 一大早四五点就开始在这忙了 那大概今天已经分送出2000多杯与大众分享 因为要煮喇叭粥真的很费工 除了这些要在前一天都切好丁状的红萝卜 芋头红枣之外 当天白米也要先炒过香味才会出来 接着就是道路滚水中 一两个小时过去粥煮好了 外头的志工也开始忙着装碗 除了许多分装成一项要送给落实团体 现场有不少民众来吃碗平安粥寒冬中 好温暖 每年都有 刚好我孙子今天五年级半天 给他好孙子吃平安 对对很温暖 特别冷的时候让他吃得很温馨 很暖和这样 送到所需要的我们的礼民的家 那大概总数大概两三千杯 非常感谢我们那个活光山系组分会 我们这些师兄师姐 从早上四点钟都忙到现在 早上四点就开始忙了 好几天前就已经开始签字作业了 就是我们要先把东西要先煮好 乳好 一些配料食材都要先煮备 今年应该要差不多三千杯以上 一大早就开始煮国际佛光会系织一分会 当天准备了好几锅的腊八粥和民众结缘 尽管当天冷气团报道天气冷收收 不过吃了精心准备的腊八粥 民众都说整个人都觉得暖乎乎 藉由陈慧玲系织采访报道